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治愈系的小短片 精神分裂症 医院里小明正在陈述着自己经历的怪事 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 他现在应该躺在椅子上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悬在半空中 那件改变他人生的事 有关于一颗150吨的陨石 某个无聊的晚上小明打开电视机 却发现没有一点信号 突然他听到窗外传来了奇怪的声响 打开窗一看 一颗150吨重的陨石 直直的向他砸了过来 幸好并没有砸中他 而是砸中了对面楼顶的天线 奇怪的是小明不知道受到了什么影响 整个人都向左便宜了 明明站在窗户旁却打不开 明明旁边没有东西 却会撞到柜子 在旁边看来这简直就是超能力 可却给小明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他需要在家里准确的计算出 各个家居的位置 如果说家里的困难还能克服 那最麻烦的就是工作上的问题了 由于没有办法准确的计算出位置 小明根本无法完成工作上的任务 直接导致他被辞退 跟心理医生的一番倾诉 也没有得到认真的回答 医生似乎是在敷衍他 单纯的为了尽快完成这个任务 迎接下一个正常一点的病人 小明无奈的回到家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他 妈妈打来关心电话 说要找个时间来看他 小明也是立马以自己很忙 很累为借口推脱了 他完全将自己和外界隔离了起来 现在想要恢复正常 应该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陨石再砸自己一次 于是小明时刻的关注着 下一颗陨石的消息 及时的赶到陨石坠落的地点 可是一切真的会变好吗 房间里那些偏移的痕迹都被擦掉 小明却没有好起来 反而偏移的更加严重了 这次的他甚至垂直偏移 所有日常生活的琐事 对他来说都进行的无比艰难 他开始变得不快乐 面对妈妈的关心 也没有了任何回应 他快要崩溃了 黑暗一点一点的吞噬着他 仿佛无数的陨石向他砸过来 这一刻没有任何人懂他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阵光亮从指缝中透出 小明的嘴里喃喃道 无论我的身体偏移到哪里 都不会影响我了 看到这里的我很悲观的认为 小明是选择了自我了断 房间里还留着他画下的许多陨石 还有窗户前那个他渴望的位置 一个没有偏移的完美的他 片尾中小明大声的呼喊着 我在这里像是在跟别人求救 可是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 整部短片就是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 自述 他们就像52赫兹的鲸鱼 永远找不到同伴 得不到理解 唱歌的时候没有人听见 难过的时候也没有人理睬 是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存在 小明口中所说的陨石也并不是真实的 而是象征着鸭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能是在旁人眼里看起来一件轻微的琐事 亦会使朋友同事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 都会成为那颗重达150吨的陨石 砸在小明的身上 或许我们在与人相处时 没有办法做到感同身受 但起码我们可以去理解 可以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心意 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 他并不孤单 好啦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啦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好好生活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星星带你看尽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